大家還記得上個月發生的永和分屍案嗎 因為錢的關係 一名哥哥趁弟弟熟睡時 是狠心拿刀刺穿他的心臟 並且是將他分屍滅積 那在這件事情之後 YT頻道204檔案 有經過家屬同意進入到他們的家 也就是案發現場 那他們是以這個通靈的方式 讓家屬是跟死者來對話 一起來看看這個對話的過程 可以問了嗎 那個老哥們都回來了 如果你再說就回答一下 那個事情都發生了 我想說你是最孝順的一個人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那個 六千才幾年才過世 老媽才幾年才過世 雖然就發生這種事 你說老哥們的心情是怎樣 你應該要了解 你也知道有任何的事情 你都可以來找我 再來今天 晚上要幫你大體修部 明天要火化 然後送到陽明山在赤上園 發展 不知道你是否滿意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如果說你有什麼 未完成的心願 你甚至可以託夢給老哥 我能做的我一定幫你做 明天 你知道我的心情是怎麼樣嗎 你知道嗎 明天 短短的這幾年 我就失去了又全老媽還有你 明天 你低潔的同事們也都去看你了 你低潔的同事們也都去看你了 我都告訴他們你的牌位是110號 他們也都去了 林先生他們都去了 因為我不曉得要怎麼工具 也不曉得要怎麼樣 所以我只能說幫你大體修部火化 然後就直接站在陽明山的赤上園花上 你就跟老媽又沒有等他們在一起吧 你就一路上好走吧 放下陽世間的恩恩怨怨吧 來自投胎到好的家庭吧 好不好 林哥 我真的不曉得要問你什麼 林哥 這個事情 突然間有聽到她的聲音 我真的就是眼淚掉下來了 怎麼會這樣 感覺是她的聲音 大概有幾句 對 大概有 大概有四五句吧 只有感覺是她的語氣 她的聲音 所以心情上起伏就非常的大 接著讓我們來關心 馬來西亞籍女大神命案 女大神的家屬 在昨天舉辦了告別式 有不少同學和好友 都來送她最後一程 而她的骨灰 也已經由家屬 帶回馬來西亞安葬 馬來西亞籍蔡新女大神來台灣求學 不料日前 卻遭陳姓男網友殺害 陳氏於士林族無處 雙親得知二號後 悲痛萬分 搭機抵台處理愛女後事 24日是蔡女告別式 同學好友紛紛到場送她最後一程 各位請 爸爸媽媽弟弟沒有保護好你 但是你知道我們有多麼愛你 雖然遇到不幸 但你這24年的人生 依然出買家人朋友 老師同學對你的愛 記得爸爸媽媽給你的教育 相信這個世界 是那麼善良美好 現在你放下一圈 帶著大家的愛到天堂去 快樂生活 寶貝女兒 我們永遠愛你 我們很想要爭取公平正義 想要討回討一份公道 這所謂公道其實 就不是不要再有一對 傷心自己的父母 不要有歸極發生犯人的幸運 我不會受害者的生命 但是 可教化 真的有事去做到教化嗎 真的因為犯人教化後 而被警不再發生了嗎 我想 這才是社會大眾所關注的 而蔡女議題火化後 骨灰將交給雙親 於25日搭機返回馬來西亞 日前在網路上面流傳了一段影片 一名駕駛 疑似於一名黑色跑車的駕駛 在雨天當中競速 嚇得女乘客急著大喊 不要跟她玩啦老公 結果對方因為路面積水打滑 而不幸撞向了分隔島 不過這次的影片當中 也有非常地網友 紛紛歪樓 討論女乘客的尖叫聲 表示說不小心開了太大聲 害我被誤會了 小哥他玩啦 欸 老哥 欸 他每次都下午 不會開就不要開嘛 吃下午 他沒事吧 350公尺 好可惡 好可惡